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又和萌道步行的孩子们上了一天的儿童滑雪课 文贝的体系和丰富的教学方法让他们大开眼睛 晚上专业的高山回转训练精彩刺激 而训练者最小的只有五岁 青少年滑雪的高水平让来自中国的三人感触颇多 今天冰雪之旅继续进行 黄色继续进行 战蓝的天空让人心情舒爽 来自中国的三位滑雪者 李斌 严硕和花姐 今天登上了克里彭斯坦因雪场的顶峰 这是这一代海拔最高的雪场 天然雪的质量比之前的还要好 尽管这里雪道难度较大 但依然有不少孩子已经玩得不亦乐乎了 在人群中两位老人显得尤为一人注目 尽管在这里滑雪上年纪的人不少 不过岁数这么大的也很少见 您滑了多少年雪了 三岁 对不起 三岁 她从三岁开始滑雪 三岁开始滑雪 您从三岁就开始滑雪了 在会走路之前 那么也就是说您已经滑了三十多年了是吗 三十三年 这是个玩笑 她滑雪的年头一定比三十年多 至少要再加上二十年吧 我今年六十六岁了 不可思议 我想雪上运动对奥地利人来说已经不仅是一项运动了 而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绝对的 对老年人来说春天天气很好 雪也很棒的时候 他们会先滑上一会儿雪 过了中午就去阳光下享受雪山日光浴 这是怎样的生活呀 滑雪运动 冬地运动不光是一种运动 对于他们来讲更像一种生活方式 就是已经融入她的学业里了 那么您也一定是一位滑雪好手了 哦不 您再开玩笑吧 我可不行 我只是和孩子们一起滑一滑 只是为了休闲 不是能参加比赛的那种 没问题 对于老年人来说 滑雪最大的问题是担心 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 担心骨头会不会断 担心滑雪的风险 所以教老年人需要一步一步循序渐进 同时最重要的是通过各种方法 让他们信任教练 摆脱担心 我们先来一个向山下方向 转换重心的练习 你可以跟我一起坐 身体向山下侧倾斜 不要只是扭转雪板 我们要整个身体向外倾斜 为什么要掌握这个呢 如果下面比较倒或者是血质不太好 我们感到害怕的时候 我们会向后躲 想尽量的离地近一些 这就是个错误的姿势 因为这样的话 身上脚就不能控制雪板了 我们必须要重心靠前 最重要的部位是胯 胯要向身上方向顶 我们滑雪的时候 不要用脑子去想怎么滑 而是应该靠腹部 也就是自然而然的进行 我教给你们做一些练习 来帮助你们形成自然滑雪的感觉 我们没有时间再去想 我下一步该干什么了 该怎么做 我们应该用腹部来引领个动作 好 特劳迪 我把这个棍子给你 这对你来说最好的呢 就是你可以看着我的动作来做动作 看我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如果我这样 你也这样 我这样做 你也这样做 好 约瑟夫 你可以自己滑 我会看你是否安全 如果你觉得不行的话 我会回来帮你 别害怕 特劳迪 滑雪不是与生俱来的 但是我们会练习到随心所欲的 所以我们要把恐惧抛得远远的 才会更安全 好 现在转换中心 看我的动作 非常棒 我再等你转过来 好 转到平行式 好的 另一侧 倾斜身体 转过来 你觉得还行吗 好 停一下 我看到了什么 胯要向内收 中心转到左腿 非常好 非常好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什么 如果是小孩子 他们可以有离世转的 对我们成年人来讲 应该转过之后 过渡到平行式 这种过渡是自然的 只要你把重心转到了一侧 另一条腿就会自然地跟过来 这是身体自然的反应 你不能像这样 把腿抬起来 再收回 变成平行式 不要这样做 因为当你只有一条腿 在雪上的时候 我们是很不安全的 好 我们开始 现在我们把重心移动到右腿 好的 结束的时候 两只板平行起来 重心移到左腿上 平行回来 约瑟夫 你可以自己试一试 小心一点 起身 转换重心 现在我只是轻轻地握着棍子 你可以自己来尝试一下控制速度 非常好 完美 好 好 下面这个练习可以帮助我们掌握正确的姿势 我们把双手放在山下一侧的膝盖侧面 转过弯来之后 换到另一侧 非常重要的就是要靠腹部的引领 好的 双手放在山下腿的膝盖上 起身 好 放到另一侧 变成平行式 好的 约瑟夫 不错 不错 下面我躲你的血杖 你用力地往回拉 好的 那力量可以了 你现在可以抬起你的山上腿吗 非常好 那么山下腿呢 不可能 不行 这是唯一可以使你反向用力从而转弯的方式 你的胯内收 膝盖向前顶 上身向山下倾斜 好的 起来 现在 现在试一试 双膝伸直 用你的板刃立在水面上 会怎么样 两腿僵直的话 你会摔倒的 好的 但是我们不希望会这样 身上腿不要有压力 这一侧的腿应该是不着力的 我们屈膝的时候 身上腿是应该可以移动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 现在握住血杖 首先我们血杖的功能就是帮助掌握一点平衡 绝不要用血杖去撑地减速 这非常危险 你会摔倒的 只是用来保持平衡的 怎么样来拿血杖呢 我们的手臂自然放下 非常放松 然后眼睛向前看 这是抬起手臂 直到你的余光可以看到一点手 这就是合适的位置了 如果你觉得害怕 不要用血杖来帮助你制动 我们只需要保持正常的姿势 要记住 点血杖只在你转换重心的那一刻 我们只要轻轻的一点 然后就换到另一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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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开始 一个在后面 特劳迪 开始转 保持平行式 开启 平行式转弯 在两位老人的配合下 教练马丁向我们展示了 如何帮助中老年人摆脱恐惧 逐步提高水平的过程 一个有经验的教练 对初学者滑雪水平的提高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对中老年人而言 非常简单 使用这个 实质正午 山顶的餐厅 人头传动 礼宾 严硕和花姐 与两位老人相约 共进午餐 这时 突然来了两位不速之客 安全检查 安全检查 请注意 我们要做一个测试 一个测试你协调能力的试验 你们先热热身 测试很安全 很专业 你们希望参加吗 我们会有什么麻烦吗 不会 就是个测试而已 好 五指向上 五指向下 向上 向下 右手放在下面 交叉 两手握住 使劲握 好 让我们来检查一下 向下 向下握紧 向下 现在转过来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你们都不太行呢 好吧 那我们再来测测你的酒精含量 像我这样 大口呼吸 好 现在吹 玩命吹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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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停止 酒精含量 酒精含量 0.1 我的朋友 你酒喝得太少了 0.1的酒精 在奥地利就相当于没喝 你至少应该再多喝点 我再给你一瓶 你可以和大家一起喝 欢迎你们中国朋友 希望再来测地利 我们还会在这儿 这两位其实是学厂专门聘请的喜剧演员 他们的测试纯属虚构 从不喝酒的礼宾 为了增加点酒精含量 也来了大大的一口 刚才马丁的学员约瑟夫 自称三岁就开始滑雪 但看他战战兢兢的样子 怎么也不像一个滑雪老手 难道他滑了六十多年 只有这样的水平吗 约瑟夫登上了走坡 然后 就把三个人兜紧呆了 这位老人到底什么来着 三位中国滑雪者打算去他的家里 带房一下 OK CES FR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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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where are you taking us? Kaiser Jagdstampil. We go to the Kaiser. Kaiser Franz Josef Jagdstampil. Oh, yeah. We're shooting the first. FRIED FRIED 约瑟夫住在离学场不远的城市 巴德伊守 老人没有带三个人直接去他家 而是神秘地向森林边缘拾去 这个雕像是奥地利最好的猎人 奥兄帝国的国王弗兰茨约瑟夫一世 他表现的是这个西西公主的丈夫 然后打猎的时候的长久 他丈夫是特别著名一个猎手 而且一直以这个为自豪 在整个的奥地利都非常文明 所以他这石碑上刻了他最得利的一个名头 不是国王的名头 是他奥地利最好的猎手 然后这个石碑是在1910年建立的 就是整个雕像人那时候做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 西西公主比他的照片有名的多 在电影中 年轻英俊的国王与美丽的西西 就是在巴德伊舍一见钟情 开始了一段甜蜜的爱情 其实弗朗茨约瑟夫一世 不只是个英俊的国王 近代史的很多重要时刻都与他有关 他创建了奥兄帝国 因为他与西西生的王子早逝 他便立侄子菲迪南为皇处 1914年菲迪南大公遇刺 奥兄帝国首先宣战 掀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 这位国王与中国还有些关系 1900年他派兵参加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而他美丽的皇后西西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更是一个不朽的传说 真实的西西公主和电影中一样美丽热情 喜欢骑马和旅行 到边上去 让小边吃早点 对 对 就这样 念他走 好极了 对家伙不要客气 国王的下宫就建在巴德伊手 他和西西经常在这里生活 这里留下了很多西西和他的生活印记 真实西西的命运却完全不像电影中那样完美 他的长子死于自杀 长女死于疾病 他与国王的关系日趋恶化 最后经常自己巡游 很少见他的丈夫 1898年 西西在日内瓦被一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刺杀 但他迷人的魅力始终被后人所崇拜 离开巴德伊手的下宫 三位中国滑雪者终于来到了老约瑟夫的家中 约瑟夫首先带他们到了顶层 他一生的荣誉都在这里 哇 哇 哇 我感觉 你不爱心 简直不可思议啊 这都是你的 对 都是我的 都是你的 你没开玩笑吧 都是他一个人的 我问他了 我说你开玩笑 这是世界锦标赛的金牌 在挪威的世锦赛 这是奥地利全国冠军赛的冠军奖杯 这个是所有奥地利全国最好的滑手比赛的时候得的冠军 所以他认为在这个国家里面这么多高手里他能得一个全国冠军是非常值得骄傲的 特别的重 特别重 小心小心 给你了 再调不是我的事 祝贺你 这是给你的奖牌 这是送我的礼物 OK 祝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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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获得过世界冠军 在他的荣誉室里 保存着他一生获得的800多个各种比赛的奖杯和奖牌 直到去年 他还代表俱乐部获得了当地老年比赛的奖牌 您刚才说 您在5岁的时候就获得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奖杯 这个奖杯在哪呢 我问问他5岁的时候得到奖牌和奖章在哪里 他拿来了 这就是第一个得的奖 这是第一次得的 1953年 这是他的历史 这个放在中心的奖牌是什么 这是我参加冬季奥运会获得的奖牌 和奥运会 上面写的是1972年 1972年得的奖牌 在哪呢 在日本扎谎 在日本的冬奥会 1972年冬奥会 他得了这块奖牌 对我来说 这些就是我生命的全力 这是他的生活的 几乎是他的生活的全力 约瑟夫并没有只把他取得的重要荣誉 陈列起来 而是把所有的奖牌都视作珍购 对于他来说 每一个荣誉不管是大是小 都是他生活的印记 滑雪带给他的不只是获得成功 而是生命的一部分 我想当年年轻的时候 一定有很多年轻姑娘养牧民 因为您是一个名人 您获得了太多的荣誉 您在朋友中一定很受欢迎 那么您一共有过几个女朋友呢 女朋友 不不不没有很多 他们俩现在就是我的女朋友 在下一集 三个人穿上了厚厚的护甲 因为在疯狂的教练马丁带领下 他们即将迎来刺激的野雪滑雪 此外还要从三米高的雪道约下 为了学习雪崩救援 里面冒着生命危险 把自己埋进雪堆 看能否成功获救 欢迎下周继续收看 运动空间冰雪之旅